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篇名为 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的文章 刷爆朋友圈 少小离家老大回 相音无改 鬓毛催还是衰 究竟该咋读 春寒已过风微弄 花磊初放 露俊言 南方多地天气回暖 草木萌生 如此良辰美景 你还窝在屋里 刷着手机吗 邮票是国家名片 是承载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 方寸之间 如何记载了奥运的历史 传承着中国的艺术 书里全天热点 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如果白天注定用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金陵卫视新闻杂志节目 今晚我是高原 今天是2019年2月20号 星期三 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今晚栏目的微信平台上 跟我们保持互动 节目开始 一起来搜天下 搜天下市看最新闻 刚刚过去的这个上元佳节 您是如何度过的呢 不妨来说一说 今年的元宵节的新雨洗 先来说说这个新 故宫首次面对公众开放夜场参观 可以说是这两天大家最为关注的事了 为了一堵故宫的夜 无数网友熬夜决战紫金之巅 结果连售票系统的网页都崩溃了 毫无疑问 这波操作再次展示了 故宫近年来所积累的巨大人气 没抢到票不要紧 马上带您过眼影 我的名字叫紫禁城 快要600岁了 这上元的夜总是让我沉醉 一群博物馆人将我点亮 我在北京的中央献给团圆的你们 一座壮观的城 更令人惊叹的是 故宫的网红藏品 清明上河图和千里江山图卷 被55000组设备投印在金色琉璃瓦上 以灯为笔 以屋顶为指 一眼望去美不胜收 建院94年来首次举办灯会 紫禁城古建筑群首次在晚间 被较大规模点亮 首次在晚间免费对预约公众开放 故宫一口气连刷三个首次 确实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如此大手笔 与其近些年所塑造的网红身份 毫无违和感 从周边文创产品开发 如去年年底推出的故宫口红 到增加珍贵文物展 再到推出热门纪录片和综艺节目 这些年 故宫卖得了萌 耍得了酷 实现了名副其实的高调奢华 有内涵 斩获无数流量和人气 现在都说消费升级 实际上从故宫及其周边 文创产品的受追捧来看 人们对文化消费 同样有升级的迫切愿望 这个元宵佳节 另一个心就体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文化过节的新方式 长春市图书馆就精心烹制了 多道元宵文化大餐 15元宵 十花灯 搓汤圆 猜灯迷 吸引了众多家庭参与 让我们的下一代品味这个节日原本的样子 元宵节是中国春节年俗中的一个重要节令 节日期间 全国各地的民间习俗不尽相同 其中吃元宵 赏花灯 猜灯迷 武师等 是几项最重要的习俗 当天活动主办方在高挂着大红灯笼的课堂里 准备了多项实践内容 让孩子们身临其境感受元宵文化 十花灯 做花灯是活动内容之一 现场由老师通过手中的花灯和幻灯片加以介绍 直观地让孩子们认识马灯 骰子灯 圆灯 关刀灯等 中国历代花灯的众多种类 接着 孩子们专心致志地 跟着老师学习制作花灯 灯面图案 完全依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想象自由发挥 一会儿功夫 孩子们便用画笔在花灯上勾勒出 自己对元宵佳节的理解与感悟 讲的课本上总感觉 了解的不是很透彻 所以说感觉活动能够带给孩子们更深刻的意义 体验做汤圆也是当天活动的一大亮点 在听完老师的讲解后 孩子们搓面团 包馅 团汤圆 并将包好的汤圆下锅煮好 不管汤圆是大是小 是形状各异 在他们心中都是自己完成的最美味的食物 让孩子记住咱们国家的一些传统节日 就是基本上我们可能每个活动都会带孩子参加 这样对孩子来说就是体验的会更深一些 对咱们那个祖国的传统文化也会就是了解的意义更大一些 说完了元宵节的心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喜 所谓喜自然指的是喜庆的节日氛围 庙去恒生的灯迷 火爆热闹的央歌 高雅的音乐会 接地气的村晚 欢乐热闹的活动在吉林各地精彩开展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里是长春文庙 今天这里不光有传统央歌舞诗表演 同时还有蔡灯迷等富有特色的文化娱乐活动 将传播传统文化知识 为长春市民带来一场别开生命的元宵佳节 活动中央歌舞龙舞诗队伍表演者 服装色彩丰富 动作诙谐幽默 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工作人员带着市民游客同走状元桥 走状元桥有步步高升的寓意 队伍穿过灵星门 大城门来到大城殿广场 向仙师仙贤塑像 献绝 献博 献花 行礼 表达崇敬之情 发出新年祝愿 文庙院里悬挂了近千条灯迷签 市民踊跃参与 场面热闹非凡 在孔子书院报告厅 还邀请了20组家庭 现场体验制作元宵 今天是元宵佳节 我们有幸来到的文庙参加活动 看着大家这么开心 我也很高兴 祝咱们全国的人民都心想日常 元宵节快乐 喜气洋洋迎盛世欢歌笑语 闹元宵 昨天四平 白城 柳河 府松 徽南等地 举行了样格表演 翻飞的彩膳 鼓动的彩仇 欢快的舞步 热热闹闹的演出 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新的一年我们希望把日常过得 红红火火的 装着大风筹 昨天震来县大屯镇文艺爱好者 自发组织了一场元宵节文艺晚会 参演的都是本地农民朋友 开门红 好日子 张灯结彩 中国家乡美 精彩节目 都是大家自编自演的 幸福的生活给了我们村民 精神动力 我们唱起来 舞起来 开心 我们高兴 延编歌舞团举行了2019元宵节 惠民音乐会 小嫡琴管弦乐起奏春节续曲 民谣三重唱 乐打铃 男生女生独唱歌曲 鲜花盛开的延编 妈妈的阿里郎等歌曲 让高雅艺术走进百姓生活 从这个场景布置 到演员们的歌唱 都是非常专业 非常认真 非常用心 大家非常喜欢这样的演出 昨天的延级西站后车大厅 也是热闹非凡 严辑车务段工作人员 身着朝鲜族节日盛装 为后车旅客准备了 打糕 米糕 以及炸元宵等传统美食 人在旅途嘛 大家在车站能感受 一种过节的气氛 我认为给大家心情 还是暖暖的 元宵节又称灯节 元宵点灯 赏灯的习俗 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 正月十五闹花灯 说的就是喜情热闹 夜幕降临 各个城市灯光璀璨 造型各异的花灯 争其斗艳 人们也纷纷走出家门 在西壤的人群中 尽享节日的喜悦 冬天不仅是雪白的 更是彩色的 梦幻的 有趣的 在长春雕塑公园内 天渐渐暗下来之后 这些冰灯就悄悄地 穿上了彩色的衣 长春雕塑公园 今年第一次夜间 对市民们开放 整个景区 共呈现冰雕和雪雕作品 200余见 白天里 晶莹剔透的冰雕 夜晚在五颜六色的 灯光照射下 呈现出了另一种美 别有韵味 正月十五看花灯 走百步 这里成了市民 饭后散步的好去处 作者创作得特别好 特别有创意 特别好看灯 闪亮亮透明的 十五团圆夜 彩灯要新春 今天就跟随 我们的镜头 记者带您去看一看 我们临江的花灯 迈进扶门 大红灯笼高高挂 红红火火喜气洋洋 一桌子的年夜饭 真是让人垂涎三尺 记者忍不住 去品尝了一下 猪八戒背媳妇 小猪闹新春 等系列卡通生肖灯 吸引了大批市民 而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为主题的灯香展示 也同样人气十足 一幅幅老照片 一件件大事迹 将我们带回改革发展的岁月 人们频频举起 手中的手机 相机 合影留念 在松原市时代广场 围绕中国梦和贺心春 两大主题 从时光隧道为入口 穿过时光隧道 进入灯笼走廊 2380个红灯笼 烘托出 红红火火的幸福生活 我刚才还用手机 拍照发了朋友圈 很多外地的朋友 都在给我点赞 说也想来咱们松原 看看这美丽的景色 白城市元宵节灯展 共设灯组37组 幸福家园系列 展示了白城人民 和谐美满的幸福生活 祥光璀璨 寓意人们日子红红火火 多姿多彩 今年的灯栏 比往年更加的漂亮 更加的大气 通话市大街小巷霓虹闪烁 浑江岸边的 岩浆景观主题彩灯 与街路彩灯 遥相呼应 点亮山城的夜空 在梅河口海龙湖公园 元宵灯会上 上千盏的红灯笼 高高挂起 灯笼墙 灯笼镇 灯笼串 小灯笼 共同组成了红色灯笼海洋 高处滑灯闪烁 地面游人欢声笑语 相应乘趣 这么一刻 夜景真是太美了 太漂亮了 就是说真是灯的海洋 灯的世界 元宵和汤圆 作为正月十五的主角 隆重登场 你爱吃的是什么馅呢 元宵跟汤圆的馅料 多种多样 其实做法 也是各地有各地的特色 除了用清水煮熟 也有不少人喜欢油炸元宵 拔丝元宵 甚至还有酸菜炒汤圆 可甜可言 总有一款适合您 一起来盘点 传统的吃法 当然还是用清水 浆汤圆或是元宵煮熟 能够极大程度地 保持食物最本质的口感和味道 不过 总有一些另类的做法 让人忍不住想尝尝 比如油炸汤圆 外壳酸脆 内心柔软 这是早在糖素时期 就有的吃法 尽管元宵的馅料已经够甜 但是仍有人愿意给它加入糖浆 做成拔丝元宵 在剔透的糖衣包裹下 闪着光芒 甜到心里 汤圆的吃法 可比元宵更为多样 湖南的酒酿园子 小巧精致 用酸甜酒酿煮好后 再撒上桂花或是玫瑰 一个字 香 不仅有甜 咸味的汤圆 也有不少 贵州的酸菜炒汤圆 油茶汤圆 月锡咸汤圆的味道 也都极为丰富 此外 各种造型 也为元宵汤圆们 增添了创意和特色 比如麻将汤圆 猫爪汤圆 水晶汤圆 动物汤圆等等等等 看了这么多种吃法 今年元宵节 您最注意哪一个呢 元宵佳节 人月两元 而且呢 今年的正月十五 还巧遇超级月亮 只可惜 昨晚吉林大部分地区 都迎来了一场降雪 与超级月亮无缘了 看不到月亮还是其次 节日里不能跟亲人团聚 才是最大的遗憾 比如说 一位出生在辽宁大连的海外游子 想在元宵节这天 看看家乡的模样 他的愿望 若在几年前 或许还只是天方夜谭 而如今 他只要登陆这个神奇的网站 就能看到家乡实时的景色 北漂的儿子 想给妈妈看一眼首都的样子 看一看这座 承载他梦想的城市 也可以通过卫星 进行实时连线 相隔两地的恋人 输入彼此的坐标 也能实现在云端的相聚 有人问 高高在上的卫星 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我们能用它做些什么呢 拥有12颗卫星的吉林一号 这样回答 我就在你的身边 可以把这个世界上 你想看到的任何地方 呈现在你的眼前 今天夜间 长春上空天气晴朗 当你仰望夜空时 请不要忘记 在远离地球650公里的太空中 有一双眼睛 正与您深情回望 正在元宵佳节 沉醉于贵华刘瓦和 酒棚失旅的人们 这两天 忽然被一个转报 朋友圈的帖子击中 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 许多读书人瞬间风中凌乱 该文中称 词典和新版教科书们 正在悄悄为白字先生证明 少小离家老大回 相音无改 闭毛催的催 不再读催而读衰 还有远上寒山石敬霞 改读邪 一记红尘非子孝 改读旗等等等等 难道说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正音 要被别字 堂而皇之地取代了吗 您先别着急 咱们先是来听听专家的辟谣 近日一篇刷屏文章称 有网友查字典发现 上学时读的规范读音 被改成了错误读音 该文表示 由于读错的人较多 所以部分读音被修改 真是如此吗 据教育部语言文字 应用研究所王辉教授称 该文是一篇旧文 有的是道听途说 有的是从现代语言规范 新华字典里摘抄的 反映了社会的使用现实 但不能体现国家语言规范 王辉教授解释 目前语音有三个标准 普通话译读词审音表 现代汉语词典 教材 其中普通话译读词审音表 在2016年公开征求意见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工作人员称 该表目前仍在审定阶段 还未发布 这个标准的话 我们是准备报 已经报那个国家标准委审定 就具体是不先发布 还得是看那边的审定时间 我们的计划是进行发布 接着发现该表中并没有对 衰 斜读音做出规定 只有棋字统一读为棋 这在1985年的审音表中 就做了统一 接着还发现该表对一些 多音字的读法也进行了统一 比如雪 寻 此外 对部分读音进行了新审定 比如大摆子改成大掰子 为何字词的读音会不断变化 据南开大学语言学教授 马庆珠表示 为顺应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的 发展与需求 语言文字也要相应做出 适应与调整 专家认为 语言的标准不同于其他标准 也不一定非要有唯一标准 相应无改 病毛衰还是催 这牵扯到古音是否应该保留 为了押韵可以读催 为了语音清晰可以读衰 教材中对此改动 可能是为了方便小学生理解 但并不一定 非要按照这一理据来判定读音 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 一个民族的凝聚力 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 规范使用语言文字 代表着国家尊严和文化传承 滋事体大 语言文字的改革 要尊重约定俗成 但这并不是说 浓缩祖先智慧的汉字 就一定要向错误的大多数屈服 像远上寒山石敬霞这样的名句 几乎是每一代小朋友开蒙必读 这个读音不仅合折押韵 且浑然天成 倘若改成邪 便让晚唐七绝圣首杜牧 陷入不会押韵的窘境 久而久之我们的孩子 如何体会唐诗的铿锵优雅 诵词的婉转经历 语言传承需要与时俱进 但需要沉着有序的步步相依 换个话题 接着搜天下 问您一个扎心的问题 过年期间您吃胖了吗 都说每逢佳节胖三斤 如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好了 过年亲朋好友齐聚一堂 的确免不了吃得多 不过还是提醒您 千万不要暴饮暴食 这不世界围棋冠柯杰 就因为吃而患上了胃出血 真可谓是美食千万种 健康第一位 暴食不节制 柯杰两行类 通过我自己观察自己的脸的维度 我肯定是胖了 我感觉我每天都在长胖 我已经这样了 不能办法了 就小时候爱吃的东西 肯定要吃的 过年嘛 就觉得反正也会胖 胖完了再减胖 你妈也会觉得你饿 天天都在想 但是减不减得下去 是另一回事了 我减不下来 因为我太会吃了 减肥的话 等天气倒好一点再说吧 天气等感觉减肥一点困难 为了减去春节长的肉 许多人都会选择运动的方式 就连健身房的生意也因此红火 甚至有人专门向教练提出 要针对春节肥制定运动方案 每次去寻找的时候 都能看到新会员来锻炼 春节会吃很多 就会长跑 就是教练 我最近长了十多斤 能不能想用最快的方式 给我减下来 虽然不少人都着急的 想甩掉过年期间长的标 但专家认为 其实即便不刻意减肥 体重也可能会慢慢复原 体重它是有很多因素来决定的 尤其是可能跟你的水分就很有关系 包括你最近你可能延迟多了 肉量一样 但是水那储流增加 你的体重也是会增加的 但一般来说 你可以逐渐的会 自然的恢复 就是你也不用 采取什么特别 神奇的快速解决动方法 照样体重 也可以再慢慢地 回到原来的这种稳定的状态的 既然说到了运动和健康 我们带您来认识一位 痴迷滑雪的单板侠 他叫张一斌 在56岁的年纪 依然能够在跳台上 做出高难度动作 通过他 国内外大批滑雪爱好者 变成了麒麟冰雪的粉丝 每到冬天 想要找到张一斌很简单 就像他QQ签名写的一样 自己不是在滑雪 就是在去往滑雪的路上 双手抓板 空中飞翔 这是张一斌标志性的动作 也让我们在万科松花湖滑雪场的 单板公园 一下就找到了他 未来的吉林人 最骄傲的就是我们有雪 有雪场 有中国最好的雪 中国最好的雪 张一斌是一名资深媒体人 15年前 他第一次接触单板运动 从而便痴迷起来 他在朋友圈中有这样一段话 蓝蓝的天空 挨挨的白雪 巍峨的群山 清爽的空气 没有利益 纠葛 只为健康快乐 没有年龄界限 只想勇敢向前 和大部分单板爱好者比起来 张一斌的年纪要大一些 不在雪季时 从枯燥的健身房 到刺激的蹦传公园 和漫长的马拉松赛道 他每天与20多岁的年轻人 一同出入训练 汗水和艰辛 是他保持身体状态的 唯一秘诀 这个雪季 他还开通了抖音号 经常分享教学视频 和进行网络直播 与学友互动 两个月时间 粉丝就接近十万 在雪场上随处可见 我是冰哥的粉丝 我从沈阳来 可以 就是通过抖音这个平台 看到冰哥 平时的话 我是在国外 在韩国 也是在冰雪运动 国内冰雪运动 发展得那么好 想来吉林看一看 像陈建基一样 通过张义冰 了解吉林冰雪的人 不计其数 2015年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 纪录片团队制作 张义冰出演的短片 《长白山天池引爆滑雪圈》 这部仅仅三分钟的 野雪大片在网上发布后 点击量三天就突破了十万 还登上知名滑雪手机软件 去滑雪的首页头条 正是这部短片 让吉林冰雪圈粉无数 也让张义冰 从一名滑雪爱好者 成为了吉林雪资源的推广者 尽管在大东北 还是雪花飘飘 北风萧萧的天气 在我国南方地区 已经是天气回暖 草木萌生 春天正迈着急匆匆的脚步而来 如此凉晨美景 你还窝在屋子里 刷着手机吗 跟着小编的赏花攻略 一起去感受春暖花开的气息吧 近日江西雾园部分油菜花已提前开放 蜜蜂在花间芒彩蜜 金黄色的油菜花 与近处粉墙带瓦的灰派民居交相呼应 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春光图 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长阳花海拍照留念 江苏南京的梅花开了 近日的一场降雪 让南京东郊梅花山 迎来了雪后赏梅的最佳时期 南京梅花山位于南京市玄武区 紫金山南路明孝陵景区内 有天下第一梅山之鱼 赏梅之后再来看看桃花 广西南宁市青秀山风景区内 十二万株桃花盛放 青秀山桃花岛上 有十多个桃花品种 是南宁市观赏桃花最佳地点 茅桃 碧桃 人面桃 红叶桃 等品种不胜枚举 在许愿桃林内 市民将许愿条挂在桃花树上 期盼幸福安康 欣赏春日美景的同时 还是要提醒您 不管在哪里赏花游玩 请一定遵守文明规范 春风时里不如一个文明赏花的你 好 先聊到这儿 更多资讯 一起来360度 秒度天下 首先来看一则好消息 新年一时 一汽集团旗下的 红旗品牌和各工厂 纷纷实现首月开门红 一汽红旗订单零售批发 均突破5000台 一汽解放 共实现整车销售 39400辆 其中中重卡实现销售 33900辆 本局行业第一 一汽奔腾事业本部 在1月则超额完成销量目标 终端实销同比增长37% 其中爆款车型T77上市后 供不应求 1月成功实现销售 近8000辆 昨天长春某商场内 上演了一场千人大合唱 众多表演者聚集在一起 通过快闪的形式 演奏了我和我的祖国 等经典歌曲 现场市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情不自禁地齐声跟唱 用饱含真情的歌声 致敬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来自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的消息 截至目前 全国已有802家医院 采购国家医保谈判抗癌药 17种抗癌执行新价格以来 总采购金额5.62亿元 与谈判前价格相比 节省费用9.18亿元 元宵节过完 他向返程路的客流开始增多 今天全国铁路 预计发送旅客1104万人次 重新超过千万人次 为应对高客流 铁路部门加开930列旅客列车 公路方面 分别受大雾和降雪路面结冰影响 北京 天津 辽宁 吉林境内 部分高速公路 局部路段一度封闭 来关注青海玉树雪灾的最新进展 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 已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向青海省雪灾区派出工作组 目前抗灾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 农牧民基本生活均有保障 春节后海南旅游产品价格大幅回落 从春节长假后半段开始 飞往三亚的机票不仅数量充足 有些票价跌幅 甚至超过70% 吸引了不少游客选择节后错峰出行 在这里享受阳光沙滩 国际方面 据俄罗斯媒体19号 援引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 科纳勋科夫的话报道 俄罗斯方面已经拿出了 有关美国公然违反中导条约的确凿证据 包括美国在欧洲部署可发射 战斧式巡航导弹的陆基MK41 通用发射装置 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制造中程导弹的 时光匆匆往事如风 在夹缝中品味历史 丈量生命的温度 来看光阴里的故事 游票是国家的名片 是承载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 被形容成针尖上的舞蹈 早在1980年 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中国邮政就首次发行了 冬奥题材的邮票 那是在国际奥委会 恢复我国合法权力后 中国首次出征冬奥 从第一次参与到第一次举办 冬奥会即将迎来北京时间 今天的光阴 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邮票 解码方寸间的中国艺术 邮票是国家的名片 它是一个小小的载体 方寸之间体现了大家 对奥运冬奥筹办 冬奥筹办的高度关注和关心 我把冬奥会会会的事业任务 形容成针尖上的舞蹈 既要凸显会灰和冬奥会会灰 同时它是一个冰雪的盛会 在设计方面肯定要考虑 一个它冰雪的特点 包括蓝冷的这种色调 运动的这种速度感 把我们方寸艺术的特点呈现出来 这个镂空的北京2022字样 类似它的位置 巨边的距离都有严格的规定 用二维把的方式 把我们奥运的视频 推广出来 在我们奥运邮票上是第一次 22个北京2022字样 用一种微缩的办法 在邮票上表现出来 这个邮票名称是非常长的 它叫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会 和冬残奥会会会 在301米还要短的这个距离内 表现这样一句英文的这种单词 可以说对我们邮票的印刷工艺 是提出了一次非常强有力的考验 为了就是很好的 能够再现出来这个文字 达到最佳效果 我们采用高往线 也就是每英寸600线来进行雕口 这板这一块呢 是使用这个监禁 就是印桶尺寸不同监禁 来配合印刷来进行套印 让它套印更加准确 邮票中那个明码 主要代表美版邮票的身份证 暗码是美媒邮票的身份证 明码可以检查到 就是这一套邮票 从生产的每个环节 是谁弄的 谁生产的 谁检查的 为了确保这套邮票的顺利发行 连夜的加班加点的赶制这套邮票 连续分战了36小时 实际的话 印局的话跟奥运会邮票结缘 就是从08年夏季奥运会的 生效成功开始 从那时候开始的话 我们发明了一系列 这个奥运会的优惠 那么这个冬奥会的优惠下转的话 也标志着2022年冬奥会 离我们越来越近 如果白天注定要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也为你自豪 由汪峰创作的 我爱你中国 用宏大的爱国叙事 诠释着永不延弃的信念 让人充满了向上跋涉的力量 就让我们在强劲的旋律中 感受中国力量 感受吉林精彩 好 感谢今晚有您的收看和陪伴 朋友们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